這邊三個就是那個三個瑪莉 然後就是本種 就是天使 那故事之前的主人已經說過了 就不多說 那通常他們中世紀的教堂 都是歌德式的 像這一個教堂就是 歌德式之前是什麼 歌德式之前 而且你是一二一到一三一一 中世紀從什麼時候就開始了 中世紀大概450年左右 就是一個開始了 所以那麼大一個空檔 對 這是舉例的其中一座 所以這是其中一座 所以其他的是什麼 你覺得這不是唯一的一種 這不是唯一的 對啊 而且歌德式也不是唯一的一種教堂的建築 中世紀的教堂建築還有別的 那這個就是那時候建的螢幕是教堂 然後還有其他種就是 可以 多查 那 像這個就是 多查應該是你的常作 就是我 我會 回去再多查 那像這個 上一個同學 有講過 他是 內部的表演形式 那這個M是代表景觀戰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 就是一個比較立體的 像他這邊就是地獄嘴 然後這邊是天桃 那他們 怎麼話分出來的 你怎麼知道哪個是哪 這個我後面會有講到 那他們通常 表演的話就是 像建築演講就是 順時針演出 然後表演的地方就是在兩座之間 然後 然後 那像 英國主教在 西元965-975年 他們就有 修道院公約 他就對你要造賊 這一個宗教具有規定說 四個身穿斗篷是長袍 戴著棕女素枝 看起來像在尋找耶穌的婦女 他是對表演動作 服裝或等細節是有規定的 那 我那時候就想 為什麼他是帶著 棕女的素枝 所以我就去查了 在聖經裡面 棕女素 他是象徵 基督勝過罪與死亡 那像一些聖經比較有名的象徵 就是葡萄素 在舊月裡面 象徵 為神工作的成果 那新約裡面 他主是 葡萄素 然後 信徒就是那個素枝 然後象徵 信徒 與主 連結 那像葡萄之 象徵基督的 保險與救贖 這個 比較 多人知道 那感染樹象徵和平與希望呢 在 這個在 諾亞方舟這個故事裡 呃 就是 洪水過後 鴿子帶感染枝回方舟 就是象徵的 洪水已經跪下的好消息 那 往下 他們 後來 之前的同學也有提 他們有搬出室外 那通常他一開始 都是在教堂的西門外 然後或是後面還有發展出 馬車的舞台形式 那 馬車的部分 我們 下一個同學會更詳細解說 那我們先看 像這個就是搬出室外 這就是 搬到室外 對 搬到室外 對 搬到室外 然後 這就 呃 有點像我們的 就是 野台戲的形式 然後 呃 像這一張 他是比較後期鬧劇 的 然後他 搬到室外 的這個舞台呢 這裡面這個 故事實在講 這個小火姿 他一進屋內才發現 他的妻子跟傳教士在親了 那這種主題 就是這種鬧劇的 劇種 就是在比較後期還出現的 然後 這一張圖 呃 這是馬車的舞台 然後 後面同學會 有更詳細解說 然後這張圖 只是 給大家看一下說 馬車舞台大概是長這樣 然後像他這邊 這裡 這是一隻 天使的裝扮 然後他分距在 屋頂上 嗯 然後 下一張 這個就是 呃 他後面這個都是兩層的舞台 然後 如果我們看戲部的話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表演區域喔 呃 他 呃 那就是 比較那個 這個 這個跟前面的差別在哪裡 喔 就是我主要是 想講上面這邊的部分 然後我拍戲部給大家看 呃 就是 因為這一張跟前面的劇種 是不一樣的 你說 這個 這個嗎 對啊 這個 然後跟你前面那個號劇的劇種 是不一樣的 喔對是不一樣的 然後 所以我主要是要介紹他們 呃 的一些食物上的一些 部分 所以會抓一些圖片來給大家看 然後 這種兩層兩層的 呃 在 後面也會提到 因為像前面說到的地獄嘴 這邊 嗯 細部來看這邊也是地獄嘴 然後會有惡魔出來 那圖片上是有說明說 這個人是在指揮這個表演 然後像這邊 是 天堂 那 他就會有 呃 天使的角色 然後這邊是有梯子接下來 那 他這張圖主要是在講一個聖徒的一個故事 哪一個聖徒 我沒有記 因為他名字有點長 對 嗯 然後 這個聖徒很重要呢 那就 回去我會多留意 那 像這邊舞台陳列 就是有講到 他們會有 天堂人間地獄 的排列方式 它可能會是水平或垂直的 然後技術方面的話就是 天堂人間地獄 所謂的水平跟垂直是怎麼的看法 是說一棟樓裡面 最高是天堂 中間是人間 下面是地獄嗎 呃 我先用這個圖啦 水平的來講的話 像這個就是地獄 就是地獄 然後他們通常就是 以觀眾來講 它就是 左邊到右邊的排列 這是水平的 叫左邊到右邊 就是以觀眾看的角度來講 就是 這邊是天堂 然後這邊是人間 然後這邊是地獄 那可是你還是沒有跟我講 到底 它排列的時候 它排列是有一定的規矩啊 對 然後像垂直的話就是 我觀眾我可以隨時 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我觀眾可以隨時 在任何一個地方欸 我不見得是說 必要在我現在在的位置喔 所以它是以 那個 就是他們的 呃 台上的演員 就是 他們的 面向觀眾的方式來看 的排列 演員他可能在任何一個 mention裡面啊 就是任何移動它搭起來的景色裡面啊 就是任何移動它搭起來的景色裡面啊 所以你的面向是什麼啊 而且它在上面一直會走動啊 而且它在上面一直會走動啊 所以所謂的面向是什麼東西呢 所以所謂的面向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一個 措辭上的一些 因為天堂跟地獄怎麼擺 這是有規定的 對 它是規定 然後我 所以它的規定是什麼 呃 印象中是 就是說 演員如果正 我絕對不會是以演員 如果以演員的話 我怎麼擺都一樣的嗎 那 那可能 也不可能以觀眾啊 以觀眾來講 我怎麼擺也是都一樣啊 因為我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 這樣子 所以它要擺 它一定要有一個非常確定的東西去擺 那可能是我對它的定義 還沒有到很了解 不過我在圖片上看到的是說 過一再一個就差不多了嗎 呃 就是在圖片上看到的 就是大概是以這個模式來排列 那你這張圖其實對同學沒太大了嗎 因為同學看的大電台是比較怎麼拉的 嗯 嗯 好 那 呃 然後他們的服裝來講 一開始我也蠻意外說 呃 就是 幾乎較近是 國相重來 讓他們怎麼還可以扮演聖經的 那的 有很多原因 像是他們後來經過轉化的方式之類的 那 之前的主演就有提到 那我這邊主要是要講 他在那些舞台裡面呢 他是有特定的角色 是有特定的裝服 裝扮 像 天使的話他就有翅膀 像我們前面的圖片裡面的 天使那些角色都會有翅膀 那如果不是宗教相關的 角色的話 他們通常就是穿著那時候的長服 他們比較不會去考究歷史背景 例如文献上有提到說 他們扮演羅馬士兵的話 他們會穿著中世紀士兵的服裝 而不會特別去穿羅馬士兵的服裝 那像聖筆德 他如果有那個鑰匙就代表他 因為在聖經裡面 聖筆德 他是有天國的鑰匙 嗯 然後他們的上帝 也會穿著鑰匙皇帝或教皇的服裝 那這些角色當中呢 他們最可以進行自由發揮或搞怪的 就是 惡魔這個角色 他可能會有爪 會有 腳 尖嘴之類的 那像 呃 這一張圖 他這個就是惡魔 滿不清楚的 然後 這一張面具就是惡魔面具 他就是有腳 然後 呃 耳朵之類的 然後 呃 這一些也是惡魔 像這個 惡魔他就是有尖嘴的 然後 他甚至在屁股這邊還有一張臉 嗯 就是他們 就盡情的去發揮這個角色的怪物 屁股上那張臉是有秘密的喔 喔喔 那 這一位呢 呵呵 這一位也是惡魔 然後 他也是 他雖然沒有尖角的 他也是有耳朵 然後那個 有尾巴 然後 腳這邊也是有 鱗片 那他的 呃 生殖器這部分有一張臉 那 這兩隻 惡魔的 外貌形象大概是這樣 然後 之前同學又有提到那個 道德劇的部分 在 現在英國這個 地方 在當時的話 他到了劇團是用活動舞台來演出 然後 他們的服裝也是都會有一些象徵物 像 呃 之前同學有提到美德劇這一個劇裡面 他有 一個角色 他就是把抽象的概念 轉換成 一個 實體的角色 像是力量或智慧 那他們力量的話就會有手拿 寶劍和權杖 然後 像智慧的話 他就會有 呃 疏帶在身上 那道德劇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 Everyman 那這個 故事情也可能大家 不會太陌生 他就是 呃 在講 這些 就是把什麼 扇形啊 財富啊 之類的 這些 抽象的 概念 轉換為實體的角色 那 情節我就 不贅述了 那像 這一個就是 呃 那 當時那個劇本上面的 那個 插圖 然後 這一個就是裡面 把抽象的死亡 那個角色 那 關於我前面還有提到很多 馬車和技術的部分 就請下一位同學 為我們詳細解說 謝謝 好 那各位同學 我今天要報告的就是 馬車的那個劇場 跟一些舞台特殊結構的部分 好 那各位同學 那首先馬車劇場 我揮納了三個 對 三個重點 那首先就是 他的一些景觀站 跟表演區的部分 好 這張圖 你們剛才已經看到一張 非常類似的東西 剛剛 我們 柏毅大哥也講過 後面它這裡呢 是一個景觀站 等於說 它那裡呢 搭起來的一個棚子 它等於說 是一個類似背景的性質 那下面這裡呢 就是有一個 廣場地方 可以讓演員在那邊演出 那 這樣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變成說 如果 好 警官答得很高 那我現在在這裡 我也演 我也演 好 每個人都站著看 那請問一下 後面的人會不會看不到 會 會看不到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所以你們想出了這個解決的辦法 你們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呢 就是 不知把景觀站給架高 連舞台都給架高了 怎麼了嗎 是好笑的嗎 太快了 不好笑 好 好 不要了 好 好 好 那我再跟大家說明一次 這個舞台呢 它是一個布景的性質 它拉得很高 那前面這裡有一個小廣場呢 實際上是有關門的地方 所以假設一群人在這邊 我演啊演 我演啊演啊 我演啊演啊 那大家假設都站著看的話 後面是不是會有人看不到 對 對 所以 於是布景偉想出了一個解決的方法 他們不只把這個背景的舞台架高 他們 等一下 他們不只把背景架高 然後他們連同舞台都是架高的 這樣你們看到這裡這個Street Level 那這裡就在表說 它這是一個地面 那前面是一個舞台 後面是一個背景 好 側面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話 可以看這個浮飾圖 後面這一塊 有什麼可以這 我只是你講 好 後面上面那一塊 後面那一塊呢 是那個背景 然後下面這一塊 Ting Era就是那個電源 活動的主要是嗎 其實有花束欸 是 我把小的存在也忘了 不好意思 好,這個太多英文了,大家看不清楚沒關係,看這一張就好了 這一張就很清楚了嘛 這樣都清楚了嘛 好,那 劇場呢,他有主要說的地方就是,他舞台上的位置呢,其實也是有沒意義的 那這樣子呢,大家可能也看我們的博弈就是有放過,那 那就是整個,踩在那邊,這個不太頂花了 所以你,你要不要告訴我,到底他的方位是怎麼頂的 那不好意思,這個部分比較清楚 來給大家彩保留時間時效好不好 好,沒關係,那再問我,再時間保留先跳過 好,重點來了,馬車劇場最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他是一種走到哪裡就演到哪裡的一種戲劇形式 好,先回到剛才那一張,你在介紹馬車劇場,可是 再回去,這不是馬車劇場 喔,對,這個是固定的舞台 他的特別單就是說,他是走到哪裡就演到哪裡 那通常呢,一個馬車的劇團呢,就是一個單位,就是一個組織 那,一台馬車,一個劇場 兩台馬車,兩個劇場,三台馬車的劇場 所以呢,通常會有第一種狀況 這是第一種狀況,就是,他們可能會在一個市集,一個廣場上 然後好多個劇場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好,這張示意圖我只畫了五個 對,五個 那,他們就是呢,一把車呢,代表著是一個劇團 那他們可能就是在一個市集,一個廣場 反正就是人為很多的地方,他們就是各自散開來 自己開始搭景,自己設東西,然後呢,就開始在那邊表演 那這邊是一個市集呢,所以相信 很多人都會在這邊人來人往到處走來走去 那基本上呢,就是 那些觀眾呢,想要去看哪一部,就去看哪一部 不這樣子 那他們呢,有可能會這樣繞著一個瞬時間這樣看完 那也可能一個看完,那是後面 就是為他們,觀眾會亂跑 那 其實不會耶 其實不會嘛 其實不會耶 等一下會解釋,你再繼續吧 OK好 那這個算是就是 在一個廣場,一個區域就是有很 同時有很多的劇團存在方式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馬車劇場比較特別的就是他們會巡演 那他們可能今天呢,在層次A巡演完之後 他們可能就是會到另外層次去巡演 那他巡演的方式不是這樣子巡演吧 不是嗎 不是 再跳在下面 好 好 那就是最後一個就是關於他那個 最後那個舞台的一些結構和一些特效的東西 那 剛剛講過了,這個地獄嘴 應該就是中世紀的這個固定舞台最具代表新的東西了 那這個地獄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算了,我已經在跑過去了 直接就用電子講 這裡有一張嘴 然後裡面呢,有一些 這應該是惡魔的東西 從裡面走出來 可以看到嗎? 秀,黃大一點嗎? 秀,黃大一點嗎? 秀,黃大一點 秀,好 下面就是有個樓梯 那可能就是呢 後面這裡就有個機關 就是 第一水車它就是 好,這應該先從他們劇的性質開始講起 那他們通常都是一些宗教性的劇種 那 他們講求寫實 要讓在看的人認為這件事情是真的發生的 所以要怎麼做到寫實呢 他們會做一些奇怪的管子 那管子可以幹嘛呢? 管子從裡面噴煙噴火 好 不只噴煙噴火 後面可能還有一群crew在那邊發出一些鬼哭聲號的聲音 製造出地獄的那種哀嚎的聲音響的效果 那就是呢 有惡魔要出來的時候呢 暗門一打開 惡魔就可以從這階梯 一路這樣走上來 好,那就是這個就是關於第一水車的部分 那其實 中世界舞台結構還有很多一些舞台特效 那 其他的部分就是我查到資料比較少 所以我就沒有要跟各位報告了 那大概就 對 就這樣子 OK 那個大家好 那個關於上禮拜的夏季節啊 我上次講到夏季節是6月22號 那個是在北歐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那一天是 呃 白天最長的一天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節日 那 5月祝節 它是 先在中共那邊 已經有這樣的傳統 再傳到北歐去了 那中央那邊的 那個 5月祝節 是在 5月1號的 呃 這個時間 然後他們叫做 Mai Pro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這天空大表則 一年之中的禮拜 然後他們 一年的結束就是 Halloween 然後 一年的結束就是 Halloween 那是14月底 對 嗯 對 然後 這一天一樣就是 慶祝豐收啊 然後一樣會立個柱子 然後上面會有很多的裝飾 那他們傳到北歐的時候 呃 因為那個時候 北歐他們在 5月1號的時候 他們還很寒冷 所以他們找不到一些 適合的花朵跟綠葉去裝 裝扮這些跟柱子 所以他們就延起 延到了 跟夏智節做結合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希望老師要不要補充 還是妳覺得可以了 好 對 好 好 好啦 就是 我 我 我找到的那個部分啊 就是 就是關於那個 夏智節 他前面那邊講 就是 他們不是延後了嗎 然後 還有我要補個地方是 就是他們在 他們會繞著那個 繞著那個 繞著那個 舞躍住 就是唱歌啊 跳舞這樣子 那個五月住 就是為什麼他們到六月 他們到六月的時候慶祝這個 五月住節 他們還是叫他五月住 就是 他的那個其實 有一個是 呃 呃 就是他的那個 用 因為他要用 綠色裝飾的那個 那個詞 在古瑞典文 就是 古瑞典文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 他 然後 這一個 就是 瑞典文的五月 所以 所以就是 他五月住 為什麼他還是叫五月住 他在六月的時候還是叫五月住 他名稱就是這樣 然後 呃 然後 再來就是 復活節 就老師上一次有提到說 欸 夏治節啊 五月住節還有復活節的那個 之間的關係 那 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欸 歐洲中部的那個 是在五月一號嗎 然後歐洲北部 就下函了 所以他們到六月二十幾號那時候 那大家想一下 那 歐洲南部 歐洲南部的那個 就是 更早 所以他們在更早 是三四月的時候 然後 所以在那個 就是 基督教的那個 呃 那個什麼 就是影響下 所以他們的那個 三四月的時候 原本是他們自己有慶祝那個 就是 春天來的那種節慶 然後 可是 就是因為基督教的影響 然後 呃 去轉換那個節慶之後 就出現了那個 復活節 對 那復活節大家都知道嗎 就是 然後就是在慶祝耶穌 就是 祈祖北生 然後 欸 就是 他們就把這兩個節慶 就是融合在一起 好 這樣 所以這些資料 不是找不到齁 只是看你有多用心而已 好 我們現在進入到 中世紀 好 中世紀的戲劇 因為我們不能叫它去場 基本上來講 到中世紀的時候 呃 其實 投資 非常非常 非常 不划算的事情 那麼 這一段時間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蠻族 如親 那麼 早期的所謂的蠻族 就是 烏爾漫人 基本上就是 我們今天的 像是 德國人 奧地利人 這些 基本上就是 當時所謂的蠻族 那麼 到晚期的時候 有 北京人 那麼 也就是 基本上 就是我們今天北歐的 像 歐威、丹麥、瑞瑜 這些地方 那麼 這一些所謂的蠻族 就是 經常呢 會入侵入侵 是以基督教教會的立場 來看待這些東西 所以 他們所謂的就是 我們過去 就是 最主要就是 羅馬帝國 那麼 羅馬帝國呢 尤其是東羅馬 差不多到 這個 四世紀、五世紀的時候 就結束掉了 那麼 那麼 西羅馬的時候 其實他還繼續 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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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下課 再去一下就好了 好 我們現在先 如果說 有兩個人 其實坐在一起的話 其中有人先有 然後 等一下再去一次就好 好 那麼 我們回歸到就是 那麼 西羅馬帝國 所以 接著後面 還有什麼 辦戰友帝國這些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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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基本上 我們指的是 大概所謂 在今天的南歐跟西歐的這些區域 OK 那麼 所謂的中世紀這一段時間呢 其實是很多 我們所謂的西歐國家 他開始慢慢 就是在發展的一個階段 那麼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所謂的一個國王 他其實沒有太大的權利 對 真正的權利 他的來源 是來自於領地 所以 有的時候 你會遇到就是說 有的貴族 他其實他領地比較大 那麼 表示他每一年 不管是 農才 或者是說 狩獵 獵物 這些東西 他比較多的話 他會比國王還有錢 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說一個國王 他要管理他的租口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段時期 其實當國王的 不見得有那麼威風 國王基本上來講的話 是一群貴族 然後他們覺得是說 你還OK 然後 尊負你成為一個 所謂的 這個精神上的一個領袖 那基本上就是如此而已 那麼 當然 他們會有所謂的 就是對你 表示這個忠誠 可是如果他 哪個時候 覺得說 國王做什麼事情 讓他不太高興的話 他也會 就是 就是 判變 甚至於 判位的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第一個看到 Nation就是所謂的國家 在這個時候 其實他 嚴格講起來 他並不是真的存在 雖然你會聽到 就是這一段其實 其實有的時候 你會看到紀錄像 二德華二十世英國國王 可是他真的 有所謂 君主專制的那種王權 其實是 那種 所以整個歐洲來講 那麼大概從這個 羅馬帝國的這個衰亡了之後 他並沒有一個 就是政治的 或是軍事的一個 中央主宰的這個力量 那麼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當然就是經常的 要跟所謂的外主打仗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第一個 就是所謂文化的東西 他很難發展 那當然包括教育 教育要發展 真的你很需要一個太平的 這個時代 那麼在這一天到晚 要打仗的時代來講的話 你真的不太能 去發展教育 如果是說 你家裡面有就是 年長的那種長輩的話 就是經過所謂的 這個二十世紀大戰的期間 他就會告訴你 那個時候常常要躲空棋 那是上課 有的時候上一半 就跑到田裡面 去躲空棋去了 那時候有的時候 還帶了便當去上學 然後躲空棋 就在田裡面去躲空棋 然後就看被錢 被錢也是便當 那就是他們的餘樂 所以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上 你幾乎不可能有教育 所以也可以理解到 在當時來講 真的沒有所謂的教育可念 能夠念書式字的 只有兩種身分的人 一個就是你是貴族 那因為你是貴族 這個家族的需要 會想辦法就是讓你念書式字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你是教會的人士 那麼也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呢 很多古希臘羅馬的典籍 其實在這一段期間裡面呢 也都被銷毀了 那麼很多呢 就是這些所謂的蠻族 反正他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就燒了 那麼中世紀以後 你知道文英復興時期的時候 慢慢就是發現的一些文物呢 他們都在哪裡 都是在修道院裡面 因為這些所謂的蠻族呢 就是說他們是非常非常有異性的 所以他們敢到處燒殺領略 但是他們不敢冒犯的一個呢 就是教堂 就是教堂 因為他們很怕 就是說這些先生 會贏這個東西 好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就不適合 建造任何有久性的建築 所以就是這一段期間 他基本上是沒有所謂的劇場 那麼有很多過去建造的劇場 也都是在這一段時間呢 然後遭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那麼這個時期並不表示 就沒有劇團 或者是說沒有戲劇的表演 其實還是有的 還是有專業的名人 那麼通常來講 像這樣子的一個劇團的話 通常他是那種家族 以家族的單位比較多 那麼像這些演員 他們如果是要演出的話 通常也都是用林搭舞台 所以他們常常就是說 有一輛羅車 或者是你有錢多一點 就是一輛馬車 然後把你林搭舞台所需要的這些價值 價值 然後這個服裝、道具什麼東西 通通就丟在那個車上 很抱歉啊 車子不是給人做的 所以真的遇到就是要打仗的時候 然後人是在後面小朋友 就是跟著他跑 OK 那他是在用東西的 那當然對演員來講的話 這馬車上的東西 就是他回生營生的 這個最主要的工具 好 那麼這一段期間呢 其實跟這個羅馬帝國有一個 蠻相像的地方就是 中世紀他其實有很多 就是說他也稱的就是 就是一種娛樂的這種活動 好 放在這種娛樂活動上面 那麼其實裡面有很多 也都有故事線在跑 雖然這個故事線 並不是太複雜 或者說並不是太完整 但是他也有 就是所有的故事線在跑 我們等一下會看 好 OK 好 那麼他有很多 就是類似 就是類似戲劇演出的一些表演 好 那麼比如說早期的時候 教會其實是對於劇場 戲劇的活動打壓的非常厲害 但是到了後期的時候 教會還是允許他的存在 甚至於到九世紀到十六世紀 就是中世紀非常晚期的時候 快要進入到文藝復興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教會本身他的禮拜 這個儀式裡面 其實也有這個所謂的戲劇成分 也有故事線在跑 OK 好 所以就是說到了後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教會其實他並沒有完全進行到戲劇 而且反而教會 他是提供戲劇表演 最主要的一個單位 好 那麼其他我們剛剛講過的 就是像羅馬的這種過去的戲劇 這些是繼續的在演出的 雖然就是規模比起以前小了很多 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是 比較是片段式的演出 那麼他們演出最主要的形式 就是我們所謂的Mind 榜劇 大家先看一下這邊 OK 這一張圖其實是 文藝復興時期的 就是一個講起來 是屬於文藝復興時期的影片 那他是跟你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他整個就是戲劇 他的這個演出 然後他的這個情構 輕輕的情構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劇作家的話 你寫好了劇本 他是有個像中間去經手 然後幫你找這個能夠演出這個劇本的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 他們就通常就是為一個廣場 或是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觀眾進去表演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這邊 因為他們其實 常常就是沒有什麼太多 開練的這種時間 還有一個就是他們表演的方式 就是自己主要是以Mind為主 所以就常常變成說 有一個人在旁邊說書 然後其他的人 基本上是以肢體動作為主 來做表演 好 那麼中世紀來講的話 既然他是這麼樣一個 變化馬亂的時代 既然他會把很多古代的點擊 古希臘也好 古羅馬的這個點擊也好 燒的燒 然後丟不見的丟不見 當然他自己本身這個時代的很多東西 也會遭到同樣的感應 所以我們其實對中世紀 這麼漫長的 將近一千年的時間 我們真正的了解 其實大概都是九世紀 十世紀以後的事 也就是他所謂的後期 那麼在差不多十世紀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這個時候的教堂 發展出來的建築物 叫羅門戴斯克 就是羅馬式建築 羅馬式建築 當然他就會有跟羅馬過去的建築 有點類似的地方 就是圓頂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那個建築的圖 好 那麼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教堂裡面的就是 跟戲劇相關的演出呢 那通常是最重要是在修道院的地方 那麼如果是說在這個貴族家庭裡面呢 那麼通常來講是在貴族他們自己教育的部分 那個時候的貴族呢 有很多就是後來我們現在所稱的騎士 那麼他們就是上馬的時候要能武 要能武打仗 基本上他們也是一個軍人的身份 那麼下馬要能武 所以他們就很多在那個時候有很多就是故事性很強的敘事師 OK 那麼銀詩 銀唱這些去世詩呢 就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娛樂活動 好 那麼在羅馬式時代呢 結束了之後差不多到13世紀的時候 才進入到了我們的哥德式時期 這是一個更晚的時代 這是一個更晚的時代 那麼所謂的哥德式時期的話 表示他的建築物這個時候呢 他受到就是入侵的這個所謂的 蠻邦日耳曼人他們的這個建築呢 影響更深 所以他們不再用羅馬式的建築了 他們其實採用的是蠻邦人 這是他們的建築的方式 好 那我們看一下早期的這個中世紀 那麼中世紀在早期的時候呢 那麼他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明確的一個 所謂的Futurism 就是奉建時代 那麼在每一個承包裡面 那麼他都有這個領主 下面呢就是有他的電盟 那麼電盟呢 他們有很多其實是自願 放棄他們自己的自由 因為在這個時候呢 最安全的就是找一個領主在放棄 所以他們平常呢 電盟在田裡也下田工作 然後只要遇到外族來入侵的時候 他就會跑到你承包裡面躲起來 那如果你不是這個領主的這個電盟的話 你不可能他不會讓你進去的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那個時候就覺得是說 寧可就是放棄了自由 但是至少你保住了一個命 好 那麼騎士來講的話呢 我們剛才有講過他的這個詩歌 那麼詩歌裡面呢 傳唱的很多就是當時就是 以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 就是所謂的各個民族的這個民族英雄的這個時期 那麼在這一段期間呢 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呢 就是亞瑟王跟他的民族武士 好 那麼當然民間來講 這個時候呢 有很多就是已經流傳在民間非常久的 就是這種像五月祝節 類似像這樣子民間民族 風味呢非常重的這種娛樂活動 那他是跟著四季跟著修根 還有就是門賢這些時間呢 然後配合著本來的 那麼這些呢在這個基督教呢 就是建立起他的勢力的時候 他們通通都配一個就是宜教的 只要不是他基督教的 通通都是宜教的 好 那麼早期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講過 就基督教其實對戲劇 戲劇活動去場是非常非常的排斥 他們排斥到什麼程度 他們基本上是禁止 所有的這些所謂宜教的這個活動 OK 所以呢 他禁止 就是任何人 然後呢 戴上面具演出喜劇 悲劇或者是娘具 也禁止呢 在就是製酒的時候 尤其是在沿著就是地中海沿岸 或者是法國南部 那麼他們就是葡萄 是他們主要的產物人 他們都會有這個製酒的這段期間 那通常製酒是怎麼吃呢 就是那個大葡萄裝的葡萄 然後你還是上一條 就把那個葡萄給採碎 那麼在過去呢 就是他們所謂的異教 就是這個風俗呢 是他們一面唱歌 一面跳舞 然後把這個葡萄給採碎 那麼他們唱的歌裡面有很多呢 就是歌頌 Diamn S.9神的內容 所以這些呢 也被教會給禁止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只要跟 就是興趣 劇場活動有關係的東西呢 早期都是被禁掉的 這種情況呢 一直到西元七世紀的這個時候呢 都還明顯的 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教會是非常非常嚴厲的禁止這種狀況 所以教會在這個時期呢 基本上來講 一個就是禁止 另外一個呢 就是不給 就是這些 如果是說你今天 因為基督教會的這個勢力已經很大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演員的話 你基本上來講 就是當作你教會 教會是不保護 OK 那等於是教會不保護你的話 當然在整個社會階級來講 你也是被人家踩在焦底薩的那個階級 OK 那麼另外呢 就是過去 我們知道不管是希臘或是羅馬 其實對於這些娛樂的活動呢 一般百姓的娛樂活動 劇場的活動呢 他們其實都有所謂的補助的 那因為他們非常的就是 希望能夠多辦這樣的活動 好 那既然呢 這個 教會呢 他不鼓勵了 他自然就不會再給這種贊助 所以呢 就逼得這些 所謂的這個劇團呢 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在這個 赤河的場地上面演出 他們常常就是要借用 就是一些像廣場市集這樣的地方 好 那麼慢慢呢 教會就發覺 其實在當時呢 就是一般百姓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娛樂活動 已經很夠少了 然後你在東進西進 那麼一方面來講呢 百姓就很容易引起百姓這個反感 那到了這個中世紀後期的時候 教會其實做了更多其他的事情 會引起百姓反感 所以發覺繼續禁止 真的不是辦法 所以他們另外一種做法呢 就是我們來就是把舊的文化 舊的形容 然後把它統合到基督教文化裡面 好 這張圖我們看到的是貴族 貴族他們就是迎唱敘事詩的這個情況 好 那我們剛才講過就是敘事詩呢 貴族的敘事詩呢 最重要的一個這個留下來的經典作品 就是亞瑟王跟他的圓桌武士 那麼我們看到的這一張圖是 亞瑟王他的圓桌武士當中呢 就是最人性的一位 是Gervic跟Green Man 就是綠曲士他們之間的 Green Line他們之間的這個恩怨 OK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是講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 是在亞瑟王沖庭裡面呢 就是準備這個一年年中呢 然後就是辦這個Christmas 就是耶誕節的這個晚點 就有點像是那斯韋亞的那種圓桌 OK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就跑來一個就是 綠騎士 他也騎著綠色的馬屁 然後就跑來 那就是聽說呢 亞瑟王的這個 雲州武士呢 那麼裡面是這個人才經濟 所以呢 他就要來挑戰一下 有沒有人敢砍他的頭 那你想像的到 絕對不會有人沒事叫你來 去砍他的頭 裡面一定有文章 所以大家都不敢懂 所以呢 這個綠騎士呢 就績笑說 喔 圓滿亞瑟王的這個 宮廷的綠騎士 也不過一次了 好 那麼 色格尾呢 色格尾呢 色格尾他並不是 呃 這個亞瑟王 他的原作武士當中 最出名或是最厲害的一個武士 前面還有Galahan 還有Percival 還有好幾個 但是呢 他是跟 呃 這個亞瑟王是有寫人的關係 他們是熟成關係 OK 或是你要稱救生關係 應該救生皇就要對 因為事實上 他是 呃 亞瑟王的簡介 就是小孩 OK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挺 這個亞瑟王 然後他發覺呢 是對亞瑟王這個面子上 非常不好的處 所以呢 他就自告奉猶去砍人家的頭 所以他去砍對方的頭 說對方動人不動頭 就給你砍囉 砍了之後 掉到地上還滾了三圈 好 然後呢 因為騎士不但沒事 他從馬上下來 然後把自己頭撿了 好 今天你砍我頭是不是 明天此時 後來 你給我砍你的頭 你到我家好了 然後就走 好 好啦 那現在呢 哥文就好看了 明年此時 所以呢 這一段期間呢 就 亞瑟王對他非常非常的好 想說這是你最後一年的 沒有人去砍頭了 然後還可以活著回來的 OK 所以對他非常的好 你要什麼都可以 然後差不多 要到了年底的時候 天氣開始變化了 該上面 所以呢 所以呢 哥文也就 抱持著就是 回不了家的這種心情 就上路 跑上路呢 結果 還更覺得他根本就不知道 人家家在哪裡 欸 林路還要問路 結果有一天呢 就到一個城堡裡面去 欸 這城堡呢 印象不錯 這城堡的感覺非常好 就留他住在家裡 OK 然後呢 聽了他說了他的遭遇之後 這城堡就說 欸他知道這個great night 他知道這個地方 其實呢 他大概是住在什麼地方 不用耐心 他就在這個好好休息了 然後養住精神 也許呢 你還有機會 就是 可以活命還是什麼的 不管怎麼講 所以呢 他就在這個城堡呢 就住下來了 那麽這個城堡的主人呢 也好好的款待他 就到了呢 這個飯局呢 快要結束的時候 城堡的主人就問他 你們要去打獵 有沒有興趣起來 那你想各位這時候有沒有興趣 當然沒興趣啊 命都要丟我 還有興趣去陪你打獵 所以他就說 他就在城堡裡面休息好了 好 所以呢 城堡的主人就跟他約好 那這樣子啊 我們也去打獵 我不管裂掉什麼東西 我一定跟你分 我是講好了 你在我的城堡裡面溜搭 如果你發現了什麼好東西 你一定要跟我分 好 很合理吧 算合理啊 就第二天早上的時候呢 那 他就睡懶笑了 反正沒有要進門 做什麼事情 就呢 快到月鎮當中的時候呢 就聽到 他的房門 叩叩叩就在敲門 打開門一看是誰呢 就是這個城堡 主人的老婆 好 然後人家就進來啦 問他什麼 身體不舒服嗎 怎麼搞的啊 真的當武士 當武士那個條例很多 早上幾點起床 起床要從左邊還是右邊下床 那個都有關係的 還要看你什麼階級 那個幾千條 所以呢 很明白的就是 你沒有照規矩來還是有事嗎 就是問問是不對勁的地方嗎 還是覺得是說 我們對你的招待不周 好 那格文當然是 到人家家座的客 其實運氣也不錯 本來是在外面盪來跳去 這兩天 這個待遇還蠻好的 就當然就是 欸跟他講沒有啦 這些都很好 可是呢 跟這個女主人越聊 越覺得奇怪 對方好像三不五十 就在那跟他拋妹眼 然後還是話中文化 好 跟文就決定 可是不管講什麼 就是聽你講就對了 就講到後來 對方實在很沒有耐心的 然後呢 跟文還是聽不懂 就最後人家就搶文了 跟文一下 然後就很生氣的走了 好的 走了就好了 是啊 好 等到晚上的時候 這個主人回來了 好 那他打來的獵物一樣啊 就燒了烤了 大家就分了吃啊 然後他就問各位 那你今天的收穫如何 而各位也很慷慨 就親人家一下 這就是我今天的收穫分明 好 那第二天呢 還要去打獵的人啊 不來啊 我不去了 不去的話呢 那就這個 陳寶德主人 還是自己去打獵了 就這一次呢 各位就算到 他應該不會生罵甘休 所以他自己很早就起來 然後衣服服裝整理好了 然後就等下來摳摳摳 就想說又對方又來了 那當然在人家家做客嘛 總之要對人家客氣 所以也開了門 然後去應付對方 好 那女主人進來的時候呢 還看著外面還披了一件腕衣 進到房門裡面腕衣掉了 裡面一絲不掛 各位就非常疑慮的忍耐 朋友欺不可欺 所以也是一樣 對方不管講什麼 怎麼樣勾你看 我就是聽不懂 就這一次呢 對方呢 就親了他兩下 然後走 算了 不解封氣 鬆了一口氣 好 然後呢 等到晚上的時候呢 陳寶德主人回來 一樣 我們還是一樣分東西吃 然後分完了 今天有沒有什麼收穫 如果有 然後親了就陳寶德主人兩下 成啊 好了 第三天 最後一個晚上 反正他準備要上路了 就想說 最後一個晚上好快休息嘛 好日子 反正也沒有多少了嘛 好 一樣 陳寶德主人出去打獵 好了 那他也在等著 不知道今天會幹嘛 可能不管怎麼樣 把今天熬過了就好了 就一樣 扣扣扣又來了 欸 這次一開門 他鬆了一口氣 對方是 鮭鮭鮭鮭鮭的 服裝整齊進來 然後呢 對方這一次 也不管彎末角 就問他 哥偉啦 你想我嗎 他想我 我有東西可以救你 你要不要 那你想哥偉要不要 哥偉還是忍啊 當然要啊 反正你就不要來勾搭我就好了嘛 那要東西我當然好啊 給啊 所以呢 這個女孩子 他就把這個 女主人就把他身上的 腰帶就解下來給他 他說你呢 去健庇武士的時候 帶你身上的腰帶 你就可以保密 他看你頭子 你又擔心 你不會死 所以哥偉就聽了很好的話 就把這個腰帶就藏起來了 等到晚上的時候 一樣啊 男主人回來的時候 然後他打到的業務 我燒了口 然後又吃了 今天有沒有收貨啊 哥偉就親了他三下 哈哈 我們扯平了 好然後第二天早上呢 他就跟男主人說 拜拜 然後也知道地方要去哪裡 就去跟人家揮飛 所以就等到人家砍刀了吧 好 就真的呢 那個城堡的男主人跟他講的地方呢 他等了沒多久 他才剛剛到沒多久 就這個 律師就真的來了 就要砍他的頭 好 那 他砍對方頭的時候 對方是毫無反抗 就是 頭盔打下來給你砍 所以他也是一樣 頭盔打下來給你砍 然後跟我們在想 這個腰帶真的有用嗎 這砍下去不好玩的 所以第一次呢 他才剛剛看到人家那個刀子 才舉起來 他頭就趕快收回來了 反射動作 那這律師不對喔 我上次沒有做這件事情喔 不公平喔 好 第二次 你看 我這律師 刀子 拿起來 沒有縮進去 好這要砍下 他又縮了 哥偉拿 有點武器吧 哥偉第三次 這誰就是不會說 說什麼都會說 好 所以呢 這個律五四呢 就要砍下去了 就砍下去的時候呢 畫了一刀 脖子上有一小缺口 然後流血 可是呢 沒把它砍死 哥偉想說 應該是對方失手 所以趕快呢 我已經給你砍了 我們扯平了 就趕快呢 把這個頭盔戴上 跳上馬 準備要跟人家幹架 對方講 你不要急 這麼近的距離 我要失手 還不容易 不是失手 我老婆給你的東西 該還我了吧 原來在承包裡面 招待了他三天的那個男主 就是這個律師 他這麼做的目的 就是要測試 看看到底 你說律師 是不是像傳說當中 這麼的這個 有品德 其實真正的考試呢 不是在後面 是在承包裡面 那是不是手的 就是畫自己 然後不會被你這樣 更大 OK 那麼哥偉其實呢 他雖然我們剛才講過 他並不是原初武士裡面 最厲害的 可是呢 他是民間傳說裡面 最受關於你的 因為哥偉最有人性 他跟 他並不像Skala 就是跟人家變沙迪 然後眼睛都不眨的 他非常非常的人性 他有他害怕的事情 然後他每一次呢 你都可以看到 他跟一個非常想要做好人的人一樣 他非常努力的去做 可是他每次都會有小缺陷 然後又很努力的要去挽回 那麼這是關於哥魂的故事裡面呢 其實有兩個 非常出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呢 是跟我就是娶了一個醜太太 好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然後再講下個問題